美国是互联网技术和资源最强大的国家 同时也是最早成立网络司令部 把网络攻击作为主要军事手段的国家之一 当那时间15号 美国纽约时报爆料称 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力度 并已将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恶意软件 植入俄罗斯电网系统内部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否认 并在15号晚连发两条推特 称这是叛国行为 纽约时报是人民的公敌 15号纽约时报援引多位现任 及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话发文称 美国正在加大网络入侵俄罗斯电力网络 以此作为对俄罗斯的警告 如果与俄罗斯发生重大冲突 美国也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报道称 纽约时报这一长篇独家报道 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 采访了多名现任和前政府官员 官员们描述了将病毒代码 直入到俄罗斯电网和其他目标中 作为向更具攻击性战略转变的一部分 报道称美国之前从未尝试过 在俄罗斯电网深处直入恶意软件 但至少是2012年起 就已经对俄罗斯电网进行侦查 此外该报补充说 去年夏天特朗普向国防部下属机构 网络司令部下放新权限 批准网络司令部司令保罗中层根 在不需要总统批准的情况下 开展网络攻击活动的权利 对于纽约时报的报道 博尔顿和保罗中层根 都通过发言人拒绝评论 特朗普也在第一时间否认此事 还因此大发雷霆 他15号晚连发两条推特 称失败的纽约时报在编故事 这是叛国行为 毫无疑问这是人民公敌 16号一早 怒气未消的特朗普再次连发两条推特 称应该做一个民意调查 看纽约时报还是华盛顿邮报 更不诚实 更爱骗人 他们都是美国的耻辱 据报道 特朗普此前曾同意 对俄罗斯进行网络攻击 5月20号 他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承认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 自己允许相关部门 对俄发动网络攻击 当时俄多个机构 曾无法连上互联网 俄联邦通讯社称 特朗普的表态 证实了美国一直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虽然让人类处于核毁灭边缘的 核冷战已经过去 但现在网络冷战正在开始 德国全球新闻网16号 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进行评论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沈毅16号表示 从目前来看 在电网等关键设施中 植入恶意程序 只是一种网络战的准备阶段 包括美国在内 没有哪个国家 敢真正发动网络战争 网络战争目前没有交战规则 后果无法预料 特别是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美国敢真正动一下试试看吗